巴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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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巴 哈喽 大家好 大受欢迎的电视剧爱的迫降 戏剧性的播放结束 很自然的 最后的幕后花絮会让我们流泪 既欢笑又伤心 幕后花絮中的第一个镜头 显示了影视力和李正鹤 被迫分开时的情感告白 随后是紧张的场面 徐丹被辞枪口 去圣郡遭受枪伤 徐丹哭泣 将他抱在怀中 下一幕显然更加轻松 因为导演和孙玉珍 和炫鞭的团聚的方式 进行了一轮讨论 当导演建议炫鞭和孙玉珍 在相遇时 他看上去很震惊 说 你说什么 还有雅聚在山上折腾孙玉珍 然后他坚持认为 自己可以把腿缠在炫鞭身上 炫鞭似乎对整个想法 都感到困惑 经过几次滑稽的意外之后 他们终于可以完成现场了 在拍摄了几次之后 爱得迫降的演员们 有机会向那些 一直支持他们的观众 表示感谢和告白 搞笑的是 反派赵泽强背后的男演员 吴万石 向粉丝们道歉 孙玉珍说 虽然我知道 我们已经到了迫降的结局 但我真的认为 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虽然我认为我们明天还会继续拍摄 但结局终于来了 我真的很感谢所有热爱这部剧的观众 我想那些一直支持 李颖情侣的观众 会喜欢他们的故事是如何结束的 在这次演出中 我发挥了很大的力量 并获得了很多支持 但我想我会更加努力地向前迈进 你肯定会很快地在一部新剧中看到我的 对于所有观众者 请一直支持爱的迫降 非常感谢大家 顺便说 经过六个月的拍摄 我们已经完成了 我想真诚地感谢所有在这段时间里 支持我们的观众 我能够与这个不可思议的演员 和工作人员一起工作 那是一段难忘的 愉快的时光 再一次 我从心底感谢所有喜爱这部剧的观众 感谢观众